嗨嗨,我是Josh 今天國民跟釀酒人的外卡大戰 大家應該都有看了嘛 前半段就不提了啦 到了八局下半,釀酒人3比1領先 這個時候釀酒人直接壓出了守護神 Josh Hader 結果Hader的狀況好像不太理想 他的控球一直控不太進去 最後造成了一個滿雷兩出局的局面 接著國民的第四棒,果然Soto 直接掃出了一隻右外野方向的平飛安打 因為這球打得很扎實 所以雖然說兩出局 雷上的跑者打了就跑 但是只要釀酒人的右外野手處理得夠快 還是有機會擋住第二個跑者的 但是釀酒人的新秀右外野手 Trent Grishan 竟然直接把這球露到了身體後面 所以不只沒有擋下追平分 連超前分都直接送給國民了 最後呢 國民就以一分之差淘汰了釀酒人 我們今天這集 就簡單的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Trent Grishan這位球員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防守不好的外野手呢 Grisan是釀酒人2015年第一輪選進來的球員 也曾經名列大聯盟百大新秀 今年他在小聯盟的打擊突然開竅 3A的OPS超過1.2 這也讓釀酒人在8月把他拉上大聯盟 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還是在 Grisan的防守評價怎麼樣 從球隊報告來看 他是一個非常具有角層的球員 他今年的Spring Speed高達29.1 是釀酒人全隊跑最快的球員 29.1的Spring Speed大概是多快 拿球員來比較的話 就是跟尊於Mike Trout差不多 速度當然也就是Grisan 防守外野的最大優勢了 然後他對於擊球的瞬間判斷也還OK 所以綜合起來他有很不錯的防守範圍 Grisan今年遇到的外野飛球 預期的平均接補機率是86% 可是Grisan的實際接補機率 可以來到93% 上升的7個百分點 是全大聯盟差異最大的外野手 雖然說他8月才上大聯盟 樣本數可能比較小一點 不過至少可以知道 他的防守範圍確實不差 但是球隊報告卻會指出 Grisan不會是一個防守專家 因為他的傳球背力不好 偏偏今天SOHO打的這一球 就是要考驗Grisan的背力 傳得夠好才有機會擋住追平分 Grisan肯定也知道自己的傳球背力不好 所以在處理這球的時候 才會特別的著急跟緊張 最後就導致了這個悲劇失誤的出現 只能說他的運氣真的是有夠差 在一場這麼重要的比賽 而且這麼關鍵的局面下 偏偏遇到了他防守上最弱勢的一個case 而且我跟大家說 最神奇的一點就是 這個失誤也是Grisan身上大聯盟 兩個月以來 所發生的第一次守備失誤 真的就是這麼懸 然後今天比賽結束後的賽後訪問 記者有問了釀九人外野手 Ran Brown 關於Judge Hayder 跟Grisan今天所出的狀況 Ran Brown就跟記者說了 We win as a team, we lose as a team 齁,這句話也太帥了吧 總之釀九人就明年再加油吧 我們下次見,掰掰